5月1号起汽车考驾照要加考道路驾驶的规则 已经开始实施了 但是考量驾训班的学员在报名的时候 是落于5月1号实施之前 因此6月7号台东才会出现首批入考的考生 考生们表示虽然有些紧张 但是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 汽车驾照加考道路驾驶的规则 5月1号上路 但考量驾训班学员报名时间落于5月1号前 台东首批入考的考生6月7号才在资本的驾训班实施 那当然加入了道路考照的这个部分 主要的目的也是为了让当初 我们觉得在一般常考 只是常考这样的一个过程上面 所以考生来讲 实际在拿到驾照之后 在道路上面驾驶 还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他们会觉得信心可能不够 跟他实物上在道路驾驶上面 好像也不太足够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所以加入了道路考验之后 实物上他可以 借由这样的一个考验的一个过程 跟他实物在 拿到驾照以后 实物上在道路上面驾驶的一个过程 可以比较放心的去驾驶 然后也可以注意到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 首场路考的地点选在资本火车站附近的空旷路段 教练表示指导的时候 学员比较常犯的错误是没有打方向灯 还有看到车子容易因为紧张及踩刹车 今天上场考试的学生则表示 虽然紧张但已有充分准备 就很紧张了 我刚刚考完场内考 然后心情还蛮紧张的 因为这是第一次 待会要第一次去外面考路考 然后有一些不确定 不过我会努力试试看 希望一次就可以过 而第一位路考的考生 顺利回来之后 兴奋的和教练拥抱 好棒的秀龙 现在是我不知道怎么讲 因为有一点紧张 然后又觉得 真的超开心的考上 之前担心怕那些小动作会忘记 可是其实也还好 就照平常心去开的话 对啊 所以心智你觉得好还是不好 好 我觉得好 怎么样的 因为我觉得 如果我们在家群班里面 我觉得没有出来外面考 那种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如果你出来外面考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 不知道怎么讲 我突然一天空白 就 比较真实 对 因为我觉得在里面 家群班里面的话 我觉得那东西都是 呃 因为我每天练嘛 可是外面 他要考你的临场反应 万一有一台车出来 还是怎么样 看我们的反应啊 对啊 就这样子 我还是觉得 现在的话 外面和地里面 对 为了保障学员权益 监理站要求 教训班业者提高保险额度 保障第三人 应考人 及主监考人员 考试车辆也架设录影机 全程录影录音 减少考验争议 记者廖婷娟 台东市报导